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几本 Us Born a Graphic Novel 那我们说的漫画呢 英文所说的graphic novels 通常是 我觉得好像 小男生比较喜欢看漫画 小女生也是喜欢看 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多漫画的内容 都是非常活泼 比较激动的一些内容 所以好像呢 是比较多小男生喜欢看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 妈妈自己本身也是 这个漫画迷的 那里面呢 是全部都是彩色的漫画 然后呢彩色的绘图 字比较小 我自己觉得 然后呢它有一些字 有这个bulb 就是好像名词的地方呢 它会用比较粗的字体 在某些部分去着重 但是它的字体会一直换 所以呢 但是不是那种 很不工整的那种 玩具字体啦 因为有时候那个像中文字体 很多时候孩子就会 有点看不懂 因为换的变形的太厉害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他们还做的 就是蛮紧凑的 这个还 没有什么暴力血性 就是纯粹是悬疑 紧张的 这是福尔摩斯的一个故事 所以呢 这是The Haunt of Baskervilles 那另外这是Odyssey的这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幻画 那Odyssey还有皮他的版本 我们还有Illustrated的版本 在 这里 马上抽一本出来 OK 这本是14.99的 是chapter book 那 这一本是graphic novel 所以呢 它是比较多图片的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像呢 每一页都有图画 所以就更细腻的 更有表情的 小孩子可以看他们的表情 有时候看文字 感觉不出来的时候呢 可以用图形的插画呢 来感受说 哦原来他这个应该生气 这个是 他是什么样的情绪 等等 所以呢 大部分在书摊的时候呢 小男生马上都会看到 哦我要买这个 看一下 嗯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密的 这个 嗯 会图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好 好今天就介绍这两本 graphic novel 小男生会比较喜欢的 谢谢大家